近日,被封为小提琴王子的音乐家林子安 突然在Instagram IG上发布一则道歉文 爆出劈腿风波 他坦诚介入他人感情 与小三发生多次性关系 更让人震惊的是 其中两次他还给对方吃非法药物 并拍下性爱影片 然而,这篇道歉文虽然一度宣称不会删除 但随后却被删除 同时,林子安的偷情对象也在IG上发出类似的道歉文 使得整起事件引起网友热议 林子安是台湾知名音乐家 毕业于台北国立艺术大学音乐系 他的YouTube频道订阅数超过25万 除了在音乐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他也是台湾小提琴大师苏显达的徒弟 被誉为小提琴王子 然而,昨天他在IG上发表了一则惊人的道歉文 承认自己劈腿了一名女子 并和她发生了四次性关系 更让人震惊的是 其中两次他竟然给对方吃非法药物 还拍下了性爱影片 他向女方的男友握了一道歉 表示自己知道自己做了非常错误的事情 林子安在道歉文中也坦言自己是渣男 并表示我很渣,渣了六年 尽管他承诺不会删除这篇道歉文 但随后文却神秘地被删除 这也让网友对他的诚意产生质疑 与此同时 林子安的偷情对象也在IG上发表了类似的道歉文 向林子安的女友和自己的男友道歉 从两人的道歉文内容来看 他们与原伴侣各自都有一段感情 但却背着另一半偷偷交往 这样的劈腿行为引起网友的愤怒和哗然 然而 林子安的道歉似乎并未得到网友的原谅 他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许多谴责和批评 不少网友表示对于他的双重背叛和吸地行为 感到恶心和失望 有人直接建议他先去自首 有人质问为何不向自己的女友道歉 事后林子安在7月27日晚间 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诚实对待事件 并表达出对所有相关者的歉意 他坦言 过去对于情感的处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他表示 本人坦诚过去对于情感处理失当 愿对双方之伴侣 家人 社会大众及相关之人所造成之伤害 诚心致歉 他在声明中指出 自己在社群平台发出的言论并非事实 给社会造成了困扰 对此他表示深深的歉意 有关本人昨晚instagram所发布之贴文 并非事实造成社会纷扰 浪费社会资源 本人诚挚向社会大众道歉 在风波之后 林子安表示 他与伴侣已有充分的沟通 并希望此事能够就此结束 他对于自己的行为表达出深刻的反省 并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最后林子安表示 双方情侣已充分沟通 皆希望此事的就此落幕 本人深刻反省 日后将更充实自己 专注于工作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